市政府參議李良 受到市長張通榮的信賴和信任 親自清點李良幫忙 擔任市政府有史以來第一位 可以代表市長對外發言的市長發言人 因為看中參議李良 思慮清楚 口才辯解 反應靈敏等多項優點 市長張通榮今天在市政府事務會議上突然宣布 由李良擔任市政府有史以來第一位市長發言人 尤其是針對外界民意調查的回應 市府的這些發言人 我想請梁哥你幫忙 市政府所有的事情 有什麼這種狀況 我們就請我們各相關單位跟你聯繫 你就代表市長做市政府的發言人 有什麼事 媒體請你來幫我一下忙 不然現在很忙碗媒體到處找 整天找我不知道怎麼辦 我都搞不清楚 對於市長這項請托和任命 李良強調將謹守發言人的分寸 做好發言人的工作 而剛接下市長發言人的任務就面對另外一家雜誌最新公布的民調結果 市政府排名還是不理想 發言人立即回應 基隆市是老舊都市 要立即更新有一定的困難 但是市府團隊也會秉持無責加免 有責改之的心態繼續努力 市長會交代研考處好好的就我們缺失的地方做一個改善 我們本著有責改之 無責加免的這個立場 能夠好好的讓基隆市的市政 是不是在下一次再做這個評比的時候 我們會進步 我想最後一名不表示我們是永遠的最後一名 最後一名他有最大最大的這個成長的空間 我想我們會努力的朝這個方向去做 記者吳俊松採訪報導